插入冰球 借了 哈嘞 我是云坤 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餐时间 我这每日餐时间好久没做过了 不是好久没做过了 是好久没时间做 今天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但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吧 焖面 焖面什么东西 突然嘴瓢了 焖面 有焖面有炒面 在我们老家是两种方法 这做法是不一样的 一个需要蒸 一个不需要蒸 咱们今天做的焖面是不需要蒸的 但是做焖面 它不管炒面还是焖面 都需要湿的面条 我这想买一次湿的面条 真的很不容易 今天买的湿的面条已经到手了 所以今天就用湿面条做个焖面 焖面排骨豆角焖面 所以有排骨 豆角没有 买的是冷冻的豆角 所以一会把它化冻 然后就是自己给锅里行了 好了 现在开始把排骨切一下 我买的这个排骨肉有点厚 所以还是要给它改一下刀吧 尽量把这个肉切下来 这样的话容易熟 尽量切一切 好了 起锅刷油 都来点油啊 因为做焖面怕我怕红锅 热锅粮油 但是我都搞错了 不用不用吃了 好累 我把姜片切了大一点 因为姜片的话还不吃 所以就是在他们吃的时候 能不能容易挑小菜吧 就把姜片切大一点 切大一点 好了 把排骨先放过去炒一下 好久就别吃了你了 来炒一炒 这个时候来点料酒啊 去皮腥了 好的 炒得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调调味儿 来点鸡精 来点生抽 再来点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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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盐 这要看着弄了很多 来点巴一年的开水 好 现在先盖上盖上盖焖一会儿 因为排骨煮一下 因为这个豆角是煮过的豆角 是熟的 所以咱们现在放也不晚 咱们可以把这个面条 这个面条弄坏 放过里 这个是那个刀削面的面条啊 好 焖面就这样开始 焖的 好了 差不多了 颜色变了 现在翻个面看一下 看着效果还是很不错了 先翻一翻 好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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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觉得如何 我感觉 我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吃骨 味...味不正 这个味道很稍微 好 明白了 面面还会更柔软 对吧 好 明白了 好 介绍今天的菜 今天煮菜 焖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还有番茄 还有腌的萝卜 这个是包菜 还有茄子 这个 这个 你从边上吃啊 这是 吃鸡猫 吃鸡猫 一起吃 你的味道如何 非常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也就是鸡猫 可以吃鸡猫 吃鸡猫 明天 明天早晚吃鸡猫 在家里 在家里面说 朝鸡猫 吃鸡猫 热干面 热干面 我吃鸡猫 吃鸡猫 吃鸡猫 我吃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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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啊 鸡猫 焦面特别鸡 真的很不错 好吃 就稍微有点贵 在日本的物价来说 稍微有点贵 但是真的很好吃 吃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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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屁猫也知道 鸡猫很香 吃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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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绍一下 我介绍一下 好吃吗 现在 我愿意吃鸡猫 吃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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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 拜拜 吃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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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鸡猫